關節不對話 骨質不舒服 我是你的骨科醫師 戴大維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一個 我在門診經常被問到的一個關節保健食品 就是非變性第二型膠原蛋白 也就是一般我們俗稱的 UC2 很多人都以為說 我們的關節軟骨是由膠原蛋白所組成的 所以我們補充這個非變性第二型膠原蛋白 就是可以補充關節的軟骨 那雖然這個 UC2 非變性第二型膠原蛋白 它是一個關節保健食品 但事實上它卻不是用來直接補充到軟骨裡面去的 那我們來講一下它的原理是怎麼樣可以保護關節 事實上在我們脫下性關節的過程裡面 就是如果我們關節因為一些活動或者是受傷 軟骨有磨損了就掉出一些軟骨的碎屑 那這些軟骨的碎屑就會引發局部的發炎反應 那發炎反應就會去攻擊這些軟骨 而且它除了攻擊這些軟骨以後也攻擊其他的地方造成更多的發炎反應 那更多的發炎反應以後又會掉出更多的軟骨 那更多的軟骨又會造成發炎反應就是這樣形成一個惡性的循環 這個就是退化性關節炎的一個致病的機制 那要怎麼樣斬斷這個惡性的循環呢 就有人發現說我們補充這個非變性的第二型膠原蛋白 它的這個三股螺旋結構事實上是跟我們的人體的膠原蛋白非常的類似 所以我們補充以後讓我們身體裡面的免疫系統來認識這些膠原蛋白 是不是它就比較不會去攻擊這些膠原蛋白 比較不會造成一些沒有用的發炎反應呢 那進而就可以減少軟骨的破壞呢 那這個就道理就是跟每天都跟警察說 你看好這個人喔這個人是好人喔 然後隔天又把這個人送過去 你看這個人這個人是我們人喔 所以不要隨便亂抓喔 那大概是類似這個意思 那在研究方面呢 過去有一些老鼠的研究證明說 有一些關節炎的老鼠它只要口服這些UC2 就可以預防疼痛啊 可以改善運動的功能啊 那在一些臨床的研究 包括是手部的推敲性關節炎 還有膝蓋的推敲性關節炎 都有人做非變性第二型膠原蛋白的研究 那它收入的樣本都不是很多 那但是後來都證實說 這個非變性第二型膠原蛋白如果你補充的話 是可以減少一些疼痛啊 讓你的生活品質比較改善一點點 但是因為收案的人數都不多 然後研究也不多 所以目前並沒有一個很肯定的答案說 你吃了就一定會有效 但是大概吃也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壞處這樣 畢竟它是一個很安全的保健食品 那它的好處就是說 它一天只要吃一顆就好了 如果是傳統的葡萄糖胺啊 那些保健食品的話 可能會需要吃比較多顆 那UC2其實一天只要吃一顆就夠了 好所以如果你有一些關節疼痛啊 不舒服的症狀啊 有推敲性關節炎 或許在保健食品的方面 你也可以考慮試試看 UC2非變性第二型膠原蛋白 那它其實有很多個牌子 都有在做這一類的保健食品 所以不一定需要說指定哪一個廠牌 那最後我也要聲明一下 我這個影片我並沒有跟任何的廠商 或是跟任何的保健食品合作 這個只是純粹一個分享 讓大家知道有這個東西 好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內容對你有幫助的話 歡迎分享今天的影片 或者是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是你的股客醫師戴大維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